我刚开始就是接触华德福和华德福教育的时候呢 是我第二个孩子出生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我其实也像其他的妈妈一样 就是帮他选择了很多的playgroup去尝试 我发现就是在garden house非常特别的一点 就是所有两岁三岁的小朋友 那通常我们想象他们可能会在故事环节 听故事的时候会到处跑 很难安静地坐下来 可是在garden house呢 他们可以大家安静地围成一个圈 非常专心地听老师去讲述这个故事 这个让我觉得非常的就是unbelievable 因为我发现老师呢 他们是用一种特别的方式 用乐器来奏一些音乐 同时呢唱一些非常安静的歌曲 让小朋友能够被吸引到这个圈圈当中 所以这是非常特别的 他们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氛围 所以呢我最后就帮我的孩子选择了 华德福garden house 我就是这样子的一样的一个氛围 我希望你能够被吸引到这个氛围